林峰的Light Up My Life演唱会在宏观举行全场爆满 由于这是他连续第三年进出宏观开秀 加上首次做四面台尝试 所以林峰感觉压力特别大 幸亏幕后团队炮制得力 加上林峰发挥正常 观众反响非常不错 因为早前跟潘双双发生闯门事件 让林峰形象一度下滑 而早在演唱会之前 林峰也放言 自己因为潘双双事件而非常失落 所以前女友潘双双会不会现身捧场 成为林峰各唱举行前的一个谜团 最后潘双双没有现身 但因为闯照门而一夜成名的 林峰非闻女友陈嘉环就高调了捧场 虽然有被占便宜之前 但林峰也只能表示欢迎 她是应该来 我觉得因为她帮了我拍的MV 对啊 那所以我也应该 因为里面也有唱这首歌 所以我真的我觉得也是应该来的 林峰首场各唱也请来了 曹猛跟许志安两组嘉宾 并且与林峰台上合唱自己的经典金句 可能是林峰人气实在太旺 话题性又太强 一只嘉宾都忍不住拿她开玩笑 在总的过程中 我 和你不说不真理 我会伺在你 我 我会伺在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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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